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突然出现耳鸣或耳痛 甚至耳腔滲出分泌液 千万不能掉耳轻心 因为有可能是幻想中耳炎 为什么会出现中耳炎 又可以如何治疗呢 今集我们请来中文大学以被猴头的 以外科学系 名誉临床助理教授蓝广伦和大家讲解 蓝医生 你好 Catherine 你好 医生 我们知道耳朵有分外耳、中耳和内耳 为什么中耳会容易感染发炎 我们要了解中耳炎 其实我们先了解耳朵的结构 先看看耳朵的结构 耳朵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 外耳就是耳壳和外耳道 外耳最入面的地方就是鼓膜 就是耳朵 耳朵后面就是中耳 中耳里有听小骨 你可以看到图上有三个骨 其实它是用来传声的 中耳再入点的地方就是内耳 中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有一条叫耳烟管的结构 它是由中耳去到鼻烟 所以如果真的鼻烟有发炎、感染 病菌、病毒 就可以经过耳烟管 直接进入中耳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譬如股膜受损了、穿了 細菌也可以由外耳走到中耳里 导致中耳炎这个问题 其实中耳的功能是什么 为何中耳这个部位特别容易感染发炎 其实中耳的结构里面都是一些空气 里面有鼻膜和听小骨 主要是用来传声 一定要有空气在里面 传声才会传得好些 如果里面是积了水 传声也会差些 因为鼻膜震动也会差些 耳烟管的功能 其实就是将中耳里的气压和外耳平衡 所以就像搭飞机那样 搭飞机有时你便觉得耳朵塞了 都是这个压力的问题 但怎样可以平衡压力 就靠耳烟管 但耳烟管的功能如果是很差 它里面的细菌容易聚积滋生 又或者细菌由鼻烟到中耳 导致有中耳炎 其实中耳炎分为哪几种不同种类 以及不同种类有什么不同症状 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和慢性 急性的中耳炎就是平时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中耳炎 病症包括痛、耳朵痛、小孩 常常拔耳朵、发高烧 甚至严重 这种耳朵会破坏 然后会流出脓 如果是慢性的中耳炎 慢性的字眼上是包括了很多东西 主要是说慢性 就是在中耳里汲了水 中耳汲了水 因为它不是急性会痛 但它会有听话的问题、听话的障碍 其实刚才遇上所说的症状 其实会出现得多频密 以及会维持多久 这就是因人疑义 有些人真的可以很频密 如果经常有上风险度感染 又或者是小朋友 他真的可以很频密 每个星期都会有中耳炎 亦很困扰 但当然也不是真的可以 每个人都一定是那么频密 有些人就会疏一点 因为其实听来好像觉得急性的中耳炎 会比较逼切一点 其实是否急性和慢性的中耳炎 都需要即时求医呢? 你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急性我们担心的是 当然它有细菌感染 它有病发症 因为它的细菌可以走到附近的不同结构 而影响其他地方 慢性的中耳炎就是中耳积水 如果在大人来说 我担心是鼻咽有阻塞 即是鼻咽癌 如果在香港高法地区来说 所以其实两件事都应该立刻提醒医生 去排除不是有并发症 或者有鼻咽的问题 医生 其实如果真的很不幸幻想中耳炎的话 通常是有什么治疗方法 以及治疗需时多久? 治疗方法视乎是急性还是慢性 如果急性是中耳炎 因为其实是细菌感染 以及会痛 我们治疗主要是靠口服的抗生素 以及止痛药 你可以先看看图片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画面的右手边 这是一个急性中耳炎 其实在耳膜后面 它积了一些脓 这个也不算厉害 如果有些病人很厉害的时候 其实是会积了脓 接着耳膜很膨胀 所以病人很痛 所以我们就要靠止痛药 抗生素去治疗 如果真的不幸运 有病发症的时候 譬如除了中耳发炎之外 其实那些细菌已经走到其他地方 其实有可能需要手术去治疗 包括有股膜的切开术 放入籠膜 又或者甚至要做乳突的手术 在耳背后开刀 如果是慢性的中耳炎 其实会是怎样呢? 就像画面上左边那幅图 其实你看到耳膜不是很清晰 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因为里面其实是积了水 甚至你见到耳膜 其实好像是向中耳里 好像缩了进去 这个情况下 因为病人会有听觉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目的 是想放入水 但因为它不是真的细菌感染 我们是不需要用抗生素 你可以看看我们 无论是急性中耳炎 要放入籠膜 或者是慢性中耳炎 要放入水 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手术 叫鼓膜切除术 就像我们下一章 我们会看到的 在画面的左边 其实就是耳膜开了一个很小的洞 一个很小的切口 那个切口里面 我们放入里面的物质 如果是急性中耳炎 就是放入籠膜 如果像这幅图 其实是慢性中耳炎 就将内部的水 抽出来 然后 因为耳膜埋口很快 我们需要放一个很小的管制 你可以看到 画面右手边 在耳膜上 有一个白色管制 就是这个病人放了管制 之后覆诊的时候 我们便会看到 耳膜好像穿开了一个洞 但是 其实它内部 不会再有机会 细菌 亦不会真的積到水 就可以治疗了中耳炎 但是 有一个洞 是否会影响听觉 也未必会 因为这个洞 其实很小的 其实如果有中耳炎 而我们不去处理 或者是辞了去看医生 的话 其实最严重 可以导致什么效果 如果是急性的中耳炎 其实因为細菌在中耳里面 其实它可以走到附近的结构 第一就是容易积到水 耳朵 又或者耳膜穿了 其实它的中耳后面 其实是一个叫乳凸的地方 其实都是骨 也是一个空间 但是这些細菌 可以走到那里 令到骨会有发炎 甚至会积膿 中耳的在内部 其实我刚才说 是一个内耳 内耳是负责平衡 和负责听觉 如果細菌入侵了 其实会完全失去听觉 失去平衡力动的功能 另外就是在内耳上 其实也是中耳 有一个叫面部神经线 如果入侵了面部神经线 就会有面坦的情况 再严重一点 再严重一点 因为中耳上 是一块薄的骨 分开了脑 这些細菌会走到上面 会导致有脑膜炎 甚至脑内会积膿的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听说 小朋友很容易幻想中耳炎 其实到底是否小朋友的年龄 是比较容易幻想这个病 原因又是什么 你说得很对 小朋友是特别容易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小朋友的免疫力 的确是比较差 容易感染 第二是结构上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说中耳炎 其实都是医烟管 那些細菌经过医烟管 而进入中耳炎 小朋友的医烟管是短一点 兼且它是平衡一点 所以那些細菌或者液体 是容易一些 由鼻子走入中耳炎 其实如果要完全根治中耳炎 是需时多久的呢 以及容易复发的呢 如果急性中耳炎 如果病人不是有结构上的问题 其实它的复发也不是特别高的 当然每一次有伤肤肌感冒的时候 容易有中耳炎 一般来说 都是七至十日的抗生水后 其实就已经完全治疗了 亦没有特别之后的后遗症 如果慢性的中耳炎 就要真的视乎情况 看看是哪个问题 如果是污水 我们放了些水 它回復也没事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就要跟其他方法去处理 那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可否预防中耳炎呢 例如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 例如滑耳等这些行为 会否容易引起这个病 预防中耳炎 其实也是想 如果说急性中耳炎 就是预防伤肤感冒 又或者增强力抵抗力 这样来控制中耳炎 第二就是 因为中耳炎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肺炎链球很引起的 当然 疫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的一部分 至于你说到 乙滑 或者坐耳 或者耳塞 那些会不会传染 会容易有中耳炎 那就不会 因为刚才你说的 全部都是在外耳上 正常的耳膜 会隔着 细菌进不去 除非耳膜是穿了洞 否则 机会就没有 今集 谢谢奶医生 这么详细的讲解 我们今集时间到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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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